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丞翰老师 今天老师来跟大家聊聊换脸 在现代的科技来说 换脸使用的是AI 将这个脸换到那个脸上去 达到自己的目的 那在古代来说要怎么样换脸呢 没有科技的状态下 我们又能够怎么做 老师便是要跟大家介绍 这样古代的一个换脸故事 这个男主角是一位男性 他用艺容法 用各种化妆打扮的方式 将自己从男性变为女性 目的呢 答案兼淫妇女 他在作案的十年间 总共兼淫了182位妇女 那他最后入网的原因 也是令人嘖嘖称奇 如果你喜欢这期的内容 请你订阅分享按赞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故事 今天我们的故事开始在明朝 有一本史书叫《献宗实录》 记载了这样的内容 我们的男主角名字叫做桑冲 桑冲其实本名不姓桑啊 他是从小被卖给了姓桑的人家 等于是别人的养子 他长大以后不思进取 脑中整天装的是银鞋之士 他听说有一个人的名字叫古才 古才有着一首通天的本领 到底什么本领让桑冲心心念念呢 古才有着是一套 男辩女生的易容之术 男辩女生的目的是什么 古才拿她来兼淫妇女 这18年以来从未失守过 他的名声恶名昭著 一般人听到这样的事情 总是义愤填膺 但我们的男主角 他听到以后无比的兴奋 心里仰慕着古才 想着一定要拜他为师 于是他整理了行李 带上了家当 不辞千里的找了古才向他拜师 那古才看这个年轻人这么有心 于是把一身看家的本领全数交给了他 那我们都知道 从男性变成女性要学的东西其实蛮多 在不变性的情况下 要如何的进行改造 第一个当然从外貌开始 首先瞄准的是他的眉毛 古才先把他的眉毛改造成当时女性普遍所留的眉毛形状 接着呢处理头发 那古代男性基本上也留着是长发 其实只要稍微改变适量 转换的速度都相当的快 接着便是从化妆打扮开始交起 妆要如何的化 这个头发要如何的处理 法式要如何的戴上去 将他的外在完全变成女性以后 接着要处理他的内在 内在的处理是非常困难 常常是需要时间的 这个内在可能不是很多人想象的那样 这个内在是属于手艺功夫 俗话说的好 女生手艺好 男生没烦恼 这个手艺功夫是相当重要 要成为一位称职的女性 刺绣女工争执 缝缝补补 这样样不可少 所以古才的教育方式是从外到内 要整个散发出都是一位女性 这才是最高境界 那我们的桑冲虽然学的辛苦 但如获至宝啊 他不停的想象着 等到把这些才能学好之后 将他的人生是一片坚淫的坦途 即使困难 他从未抱怨 古才看这个年轻人这么肯学啊 也把一生的好手艺传授给他 从外到内了以后 接着最后一关以厨艺作为结束 烧菜烧得好 也是古才的一门绝活 要成为女性的准备工作实在不少 经过桑冲的一番努力之后 他习得了古才所有的秘诀 便跟古才告别 离开了他 那离开了古才之后 要做的第一件事 小事身手 没想到小事身手以后 马上得逞 他便把这些见不仁的事情 这样向他的朋友们夸耀 立刻收到了七位追随者 有没有发现这是一种 弟子跟再传弟子的概念 他把一生的手艺交给了这七个徒弟以后 还再三的告诫徒弟们 如果有人失封被抓 请你不要供出你的同门师兄弟 包含为师在内 老师把一生的手艺传授了 不要被你们牵连到 所有徒弟当然连声说好 于是七个人就此分别 开启了他们这条不归路 桑桑的目标就是银片大江南北 他有固定的一个套路 使用在任何地方无往不利 他就会到一个地方 先打听当地最漂亮的女生是谁 接着呢 再假扮成女性的样貌 去投靠 告诉这户人家 自己原本是别人的小妾 受不了虐待 责打 逃了出来 希望能够收留她 古人家看到这个女孩子 楚楚可怜 长得也是非常的漂亮 自然毫无戒心的就将她收留下来 他留在这个边以后呢 尽情的展现自己 在争执刺绣方面的才能 用这些才能 来跟他的对象亲近 等到亲近了以后 他就用他的第二步 第二步是什么呢 可以分为两种模式 第一个 他用脸红带片的方式 他告诉这个女性 你也是女生 我也是女生 我们也可以坦诚相见啊 我可以让教教你一些特别的东西 脑波比较弱的女性呢 就这样子一直被他洗脑 到最后被桑冲奸淫得逞 那另外一种呢 属于宁死不屈 忠贞不恶行的 桑冲也有方法来应对 他调配了独门秘方的药物 来迷婚这些女性 那这个药物呢 书中也有记载如何的调配 首先准备七片桃叶 七片柳叶 加上一颗蛋黄 再加上针 加上一根短针 加上一杯烧酒 倒在一起 拿着石头砸烂货云 这就是他的坚淫药物 那同学不用去试 因为一定不会有效果 那桑冲还有他的独门咒语 当他施放了这个药物的时候 再配合上的独门咒语 那这些女性呢 就任他摆布 就是靠着这个套路 走遍45个辅州县 78处乡村 总共10年的时间 建议了182位妇女 可以说从未失守 那摆在他手上的这些妇女们呢 也从未去官府举报过他 毕竟在古代当时 民风相对保守的时候 如果你去官府报案 那不就承认了 你的真操不保了呢 所以很多女性选择隐忍 选择将这件事情淡忘 桑冲也正是凭着 大家会有这样的想法 变本加厉 从未停止过他这些手段 直到他最后一次犯案 栽在跟他相同的银棍手上 桑冲这次的目标又来到了当地最漂亮的女性的家里 同样的手法同样的套路 先住在了这一个地方 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在地人家的女婿 名字叫赵文矩 赵文矩从他进来那一刻 便目不转睛的盯着我们桑冲 他寄予桑冲的美报 心想这样一个小美人 甚至他落难的时候 我一定要趁乱 我一定要趁机得到他 于是到了晚上 一跟所有人在房间准备旧情的时候 慢慢推开了桑冲的门 桑冲这时候还在房间演练着 等一下犯案的手法跟过程 听到了门打开的声音 也觉得奇怪 赵文矩二话不说 趁着夜色扑了上去 接着就是各位 常常在电视上看到那句台词的 你要干嘛 你不要过来 我要叫咯 接着对话不意外 下一句接的一定是 你叫破喉咙 也没有人会理你的 于是赵文矩冲了过去 把桑冲压倒在床上 桑冲当然拼命挣扎 拼命的抵抗 最后不敌赵文矩的蛮力 被他压在床上 予取予求 赵文矩这时候一手探去他的胸脖 一压发现 空的 赵文矩这时心中产生了一个问号 接着左手又下去 发现 哇 好大一包 于是大声呼叫 哇 惊动了全府的人 把桑冲压着 一检验之下 发现是位男性 桑冲最后就败在 跟他同事淫贼的赵文矩手下 那被揭穿了以后 桑冲被抓到官府 官府的人非常苦恼 他们想要找到一条合适的罪名 夹在桑冲的身上 但是呢找来找去 并没有找到这样一条罪名 叫男扮女装 奸淫妇女 这样的问题层层的上报上去呢 一直到了皇帝的耳边 当时的皇帝 明献宗 听到这件事情以后 不可思议是他第一个想法 接着他便直接的交办了如何处置 两个字 林池 林池的方式处决了奸淫182位妇女的桑冲 那在故事一开始跟各位提到 桑冲所收的这七位弟子 也陆续的一一追捕道案 这件事情到这边也告一段落 由于这个事件太过的奇特 也因此许多的乡野传说 笔记小说 都把这个故事记录在当中 包含我们非常有名的聊斋志义 也有提到跟这个故事相关的续集 那在这个故事当中 一般我们都可以看到 他的标题叫做人妖 那这个人妖是指 他可以用他的易容方式 达成性别转换的目的 当然这个故事的奇特性 令人嘖嘖称奇之外呢 他也含有了劝势的意味在 奸淫妇女 没有好的下场 那这样故事中的男主角 为何会被抓到 也是因为有同样癖好的人 鸡里藏鸡变外申变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 想跟老师讨论今天故事的内容 欢迎你在底下留言 让老师知道 或者你以后想看到 更多跟国语文相关的内容 以及知识 也欢迎你订阅老师的频道 分享按赞开启小铃铛 今天我们到这边 谢谢各位再见 拜拜 拜拜